川普選前就多次斥捨 臺灣是小偷 偷走了 美國的晶片生意 揚言要課徵 高達百分之十的關稅 第一時間我們的國發會主委 卻說這個叫做利大於弊 立刻是引發了輿論的質疑 那現在川普確定要重返白宮 是不是百分之十的關稅 馬上就要來收了呢 郭智輝跳出來說 其實十趴的稅金 只增加了成本 但是在美國製造的話 還可以降百分之十呢 他也說大公司獲利 可不是看這個十幾趴而已 而是要好幾倍呢 言下之意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說我們的廠商賺很多 十趴只是小case嗎 還是鼓勵大家趕快出走 到美國去設廠呢 我們每年出口到美國 是七百六十二億美金 市場的佔比是高達百分之十七點六 那如果真的被課了 百分之十的關稅的話 廠商要多付的是兩千多億元 難道真的是一筆小錢嗎 蔡委員怎麼看 原先我對一個企業家出身的 經濟部長期待是很高 可是他就任你來 郭志輝真的荒腔走板 他忘了他不是某個企業的董事長 他不是台積電供應商 上游的董事長 他忘了他是經濟部長 我們先談一下 川普上台 他的政策口號也很簡單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傳到台灣來的翻譯要擺成什麼 Make Taiwan Pay Again 讓台灣再次付錢 那我們就要開始付了 開始付的時候 當然他針對台積電 跟台積電上下游相關的企業跟廠商 就整個半導體產業 他就要通通搜刮 搜刮 他說假設他對我們的台積電 或者相關的半導體產業 科技才能全部扣十 扣十趴 那我們的郭志偉 郭部長怎麼說呢 他說你就搬到美國去設廠 以後你就不用付這十趴 這什麼邏輯啊 這什麼邏輯 好不好 郭志偉 你就到美國當經濟部長 不是好了嗎 那台灣會問什麼 你搬過去了以後跟誰繳 企業所得稅 員工是用誰的員工 台灣的工程師 有幾個人都可以過去 那你這個經濟部長 叫做把餅做大嗎 你是越做餅越小 這種話能聽嗎 還是你的數學是余將軍教你的 他說 關稅克個十趴是小意思 那是營業額的十趴 不是獲利金額的十趴 是你做一百億的生意 你就要繳多少 十億 並不是你賺錢的十趴 你要賺錢多分你一點就行 我能不能賺錢都還不知道 我要先繳十趴 以前不用交些都繳十趴 那你這個經濟部長說 沒關係 我們賺很多錢 我們給你十趴 經濟部長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台灣的百大集團 以營業額資產照牌 你看中華徵信所的調查報告 去年台灣的百大企業集團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獲利衰退三分之一 請問你 這不是你經濟部長要去努力的嗎 你這不是 沒關係 你們通通搬到美國去就省了十趴 要加油 走 他在鼓勵企業出走 我不曉得你到底是 你企業老闆當然可以一走了之 你有美國利卡或者你有美國護照 你都可以走 不是嗎 有啊 最近很多金控公司 做理財部生意都很好 他說最近南部很多利盈的金主 都來申請海外投資移民 一方面可能稅的問題 二方面他怕老共又在演習 這個輝文不用擔心 因為他是反民進黨 但是支持民進黨可能都很危險 所以趕快跑 又有錢對不對 郭智輝 你這樣鼓勵大家跑 是不是 你不是公開鼓勵企業移民嗎 那我們設什麼高雄 什麼台中科學園區 高雄科學園區幹什麼 我說很開心 我們直江台積電 兩奈米在台灣投資 川普上來 給我搬過來 你要不要聽 所以這個經濟部長 不適格 不合格 根本不應該當下去 繼續當啦 繼續當 你很奇怪 你到底哪一檔的繼續當 不要換 好不好 連邏輯有東西聽懂 懂 聽懂 放難的戰 川普選前在造勢上 這個影射說我們的奧運金牌 權後林玉婷有性別爭議 今天林佳龍被問到的時候說 這是選舉語言 難道選舉期間講了每件事情 我都要回應嗎 問題是不是只有這個 包括說什麼 偷走了他們的晶片事業 也都不回應 那麼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像這個外資的分析師 楊映超說的 你不能美國說什麼都好 因為你想雙贏 美國只會想要越要越多 不是嗎 漢林怎麼看 川普當選民進黨現在還在掩耳盜鈴 自欺欺人 第一我們看經濟跟產業外移 川普必定會要求台積電擴大到美國設廠 甚至把兩奈米的通通都搬過去 那麼經濟部長郭志輝一開始說 不會啦 台灣有技術保護法 兩奈米不會去國外生產 要投審會審查 啊 可能嗎 上一任經濟部長王美花 是直接被叫到美國去溝通 溝通完之後 就聯合美國施壓台積電 逼得台積電擴大到美國投資設廠 那本來張忠謀或劉德映 講得都很清楚 赴美生產 赴美設廠生產 一定會導致台積電的成本增加 結果還是去了 為什麼 就美國施壓 然後民進黨無力保護 那麼現在面對更兇的川普 有可能守得住嗎 當然守不住 所以郭志輝今天又改口 說這個台積電兩奈米 有天一定會到美國生產 都直接講大白話 那麼本來台積電是在台中跟高雄 都有兩奈米廠的 那麼未來會不會排擠 未來會不會面對美國的施壓 那麼台積電優先去美國 而不會把重心放在台灣呢 或者面對美國的施壓 那請問民進黨有什麼方法 可以阻攔跟阻抗呢 當然是毫無辦法 而且不只台積電 整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或者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越來越多的廠商 可能都會搬離台灣 那包含像馬斯克的新鏈 以及他連帶的台灣的企業 也都要跑到越南 都要跑到泰國了 第二我們再看到國防支出 川普要求說當選之後 這個台灣的GDP國防要占到10% 結果國安局長蔡明諺說 我們會持續觀察 啥意思 就是我們看嘛看 那看了之後怎麼樣呢 沒有作為 卓榮泰說 不會一夕之間把國防預算擴大 但也絕對不會排擠到其他預算 這不就已經坦白了 你會增加嗎 就你會服從美國的決定 你不會說我們的國防預算 當然是我們自己來決定 不需要的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新聞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大小小小小的 不需要 大小小的 可以不需要 我可以不需要